上海航空这一次因故的延迟起飞 不只是造成了在飞机上乘客的群艺受损 其实也影响到了很多其他人的行程 包含了这位知名的艺人严承旭 其实在昨天严承旭原本也要搭的是同一个原班机 那么原来是要从松山再回去到上海的这个班次 就是因为这飞机根本都没有飞到松山机场 当然严承旭就没有办法上飞机坐这个班机回到了上海 让他一度很紧张 因为差点他就赶不上在昨天晚上 在上海的他的一个行程演唱会 这是6月13号晚上在上海虹口足球场举办的康熙盛典 大型演唱会现场 搞笑艺人陈汉典戴上假发模仿严承旭 逗得现场观众哈哈大笑 其实严承旭本尊真的一度来不了了 因为上海航空搞飞机原本要飞台北的飞机 滞留在浦东机场足足一天一夜 使得台北飞上海的班次也大受延误 同一时间 严承旭一行人和其他旅客在台北松山机场 痴痴地等 就是等不到上航的飞机飞过来 最后大家只好紧急改搭其他的班次 才勉强赶上这一次的活动 好显黄力行蔡康永和小S奋力热场 还有陈汉典当分身战时顶一顶暴龙的位子 气喘吁吁的严承旭 最后一刻才上台 和上海的观众们见了面 主题新闻前一军组合报道